这场选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绷 那么所以民进党拍了一个广告 叫做绝对不能差一点点 输几万票票会来不及了 所以要回去投票 来我们来看个稀 第一名等于不录取 少一点点就让人心痛 买房子还差好几千万 生孩子还差一万块 慢一步就一无所有 差一点点努力耕耘也没有收获 差一点点就要忍受很久 绝不能差一点点 起身出发 回家去 头像等那一票 台湾没你不信 好那么这个是我收到的传真 我一样一样来跟大家报告 这位朋友她是女性 是美国宾州大学的硕士 一需要是宾州大学是世界上很好的大学 对不错 好学校 好学校 三十多岁 她想呼吁年轻的族群 民主自由并非凭空而降 民主自由也需要我们利手 她说天下杂志第487期 就是去年12月的那一期第148月说民众所拿的药有四分之一没有吃 这种浪费估计每年大概300亿台币可以供应全台湾小学生三年级的营养午餐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审审要从这边审了 现在健保缺口也不过三四百亿 是啊 因为性能也就没缺口了 没有人还过去三四百亿 还有重呢 我目前二十一岁成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也就是所谓的手头组 你说必须支持蔡英文的十个理由 哇十几个 蔡英文要废合室 带动绿能产略 蔡英文主张在地经济 蔡英文主张社会住宅等等 多元族群包容尊重 他没说什么 我把你们当人看好心美好报 好 我现在是要说这二十一会 他刚才那是多少 三十一 再来这一位 我二十五岁 研究生是一名准律师 看见他是法律师 他说我骄傲的是 我是一名站在蔡英文身后的台湾人 他叫我无论之后 让台湾人在自由意志下 决定自己的命运 做这个国家的主人 他说很多 不好意思这位朋友 我都没有办法把你们的内容 在节目上讲 这一位是朋友 他是七十年次 所以他几回 三十三十一 这篇文章是我在当国小老师的弟弟 所以他们弟弟已经在做什么 做国小老师 三十一而已 新竹的戴先生 他说今天我要把我赞 献给我为台湾民主奉献半辈子的老爸 这是 年轻月 年轻月 所以我先請教一下 今年少年級的年級感受 今年最新的統計 七十六萬 新增的投票人口有七十六萬 這是我們一般我們常常說的手頭族 一般我們會了解 手頭族幾期出門的應該有比較多 我們會了解一下 但是手頭族有一個 也不能說他們的毛病 就是他的習慣 因為可能他們投票還沒有養成習慣 常常說你現在問我我十幾歲 但是到時候可能會忘記去投票 或是有其他事太忙了就沒有去投票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那一句說話 絕對不能差一點點 其實這差一點點說的不是說 你不要說到時候輸的一萬票或是五千票 很遺憾 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差一點點是 我們這個國家已經差了多少的一點點 經濟差一點點 主權差一點點 貧富差距差一點點 每一行差一點點 加起來就差很多了 所以絕對不能差一點點 今天看到的風雨 你剛才給我們看這麼多年輕人 我注意到一個問題 他們沒有講說 很少人講說 當然大家都希望經濟好 但是我認為他們的重點不是放在經濟 他們的重點放在哪裡 第一 主權 國家的主權 年輕人非常重視國家的主權 我覺得這是好的形象 第二個 他學的希望是 台灣是一個有公平有正義的社會 不是說只要我很好 就好 你都算沒關係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很偉大 你知道嗎 他知道說 我要過好日子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好日子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難能可貴 我看到這些年輕人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 我再補充一下 什麼叫大聯合政府 我們經常說民主 少數服從多數 可是後面那句大家常常忘了 多數尊重少數 那多數怎麼尊重 用嘴巴講說 好啦 你們的意見我尊重 是這樣 不是 協商是民主 大聯合政府 就是多數尊重少數的具體表現 我們大家來講 我們講出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 也許不是最好的 但是至少是大家可以接受 胡老師講得很對 黨內會不會反彈 有沒有風險 有啊 尤其現在根據根據根據很辛苦的人 告訴你 我根據根據根據死 你選到 結果貧政議長發動的 會不會反彈 會 有風險的 可是蔡英文他願意承擔這種風險 那你覺得這樣的人 他的胸襟跟氣度 跟馬英九一比 很清楚嘛 這個選擇就很明確了嘛 你要選擇貴起悉尼 小圈圈決策 這個一黨獨大一黨專政 你繼續選馬英九 但是你如果像這個年輕人 希望台灣可以改變 有一個不同的選擇 那你就可以選給蔡英文嘛 談到主權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訊息 我今天廣播訪問趙世強 趙世強你知道一對人 他是爸爸是浙江人 媽媽是山東人 都外甥吧 對 我外甥 爸爸是警察 所以全家很難 這很正常 以為代表民進洞選擇貴 老實講是要經過很長的說服 對 那趙世強呢 他說他為什麼這麼挺台灣 他說因為他代表台灣做國手 去外國比賽 他說被壓迫 他的隊伏 要把中華民國在半夜的時候 把民國 大家用刀子把它割掉 他說他太刮刮 太刮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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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他現在挺的是台灣 他說台灣人出來不能漏氣 不能夠讓人家看不起 這樣 所以他就要去說服 他說他們阿姑對我沒有了解 阿姑是軍人 然後媽媽 姐姐 當然我們都不怪他們的政黨立場 只是說他要多大的勇氣 才能夠說服家人 然後站出來 代表民進黨參選 老實說 了不起吧 了不起 可是你知道 他說太太 慢慢的也在 接受 不是接受 太太慢慢也在看大話新聞 這樣 這觀念當然會改變 我們都是為台灣 這樣 再看傳真 這些都是比較辛苦的朋友 旅居海外三十幾年的台灣僑胞 在哪裡你知道嗎 巴西 我這回來要久了吧 這也差不多 差不多 叫轉機場 直指台灣命運的關鍵時刻 我們這群旅居海外的僑胞 二十多人 將不畏辛老遠從巴西花 二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隨回台灣頭下神聖的一票 支持蔡英文 我們每一個人一票都要自己花 近十萬塊台幣 加機票 加旅費 我們的目的是要喚醒台灣的鄉親 不要再受花園巧語所騙 天佑台灣 選台灣第一女總統蔡英文 欸 十幾票 十幾票 一個人花十萬 還百幾萬 欸 欸 你想想看 一個人花二十幾天 十幾天 十幾天 二十幾天 二十幾天 這才 欠費 蘇先生 我們將於兩天後 搭機返台投票 朋友們也都已經 或將陸續返台 這位朋友 這一次立委總統大選 競爭非常激烈 國外的媒體 評論都說是 neck to neck 就是說 五五波 競爭激烈 所以我決定啊 從加拿大 回台灣 投票 以支持小英 人民進黨 這個人有夠競爭 他說啊 從來跟那些 南非啊 跟廷回來的 我實在不算什麼 哈哈哈哈 我的行動 根本為不足道 你已經做一台了 加拿大 但是希望呢 也能因此激發 台灣國內的選民 排除萬難 反鄉投下 支持真正自由 民主人權神聖的一票 來 這個朋友 這就有趣了 From Taiwanese Family in Germany 德國的 德國的台灣家庭 他說啊 他很感謝這個李小姐 去說服他的太太跟小孩們 去看我們的節目 透過YouTube 然後他說 但是呢 他因為他聽不懂台語跟中文嘛 他只讀台北時報 這樣子 很多年前他開始看 然後呢 他們呢 要回來 投台灣一票 回台灣投票 然後呢 他說 很抱歉我不能投 因為一不足給嘛 但是呢 他的心是跟我們在一起的 謝謝大話新聞 我太太呢 已經改變他的心意 這個 而且呢 這個他全家家族的這個心意 都被他改變了 他的小孩呢 堅持呢 他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雖然 他們的父母親都來自中國 所以他們太太是外星朋友 對 但是他們呢 寧願當台灣人 也不當中國人 好 好 好 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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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當中國人 你把台灣 他說台灣萬歲 民進黨加油 好 蔡英文加油 這樣 這樣 OK好 德國 德國的台灣家庭 這個是 民進黨 台中市黨部執行長 美國總議員 Ted Dodge 的信函 信函內容 表達對台灣追求自由民主的支持 也期待這次總統選舉結果 能夠展現台灣人民的意志 免受到中國的脅迫 那這個書 孔志先生 因為有一個醫生 叫陳雅玉跟陳王彩兩位醫師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參眾議員 美國眾議員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在DC發的信 他是 Ted Dodge 他是 Member of Congress 美國的共和議員 是 他傳給這個醫書 這個醫書還傳給他 剛才那個司務主委 他 support for ensure free and fail democratic election in January 這樣 好 我要說的是 海國也很多人要回來 剛剛哪一位要補充來 很多啦 這兩天 我的宣傳車上面 有來過 來自美國休斯頓的 是 今天有 聖路易斯的 那個 巴西回來的 早就回來了 然後他們在我的後面 天宣傳車 突然我 繞得很遠之後 突然一轉頭看到 美國的星條旗在上面 我就 我就問說 姐 我們為什麼要拿星條旗 對不對 他說他就是 要讓台灣的人民 知道說 美國 美國的那些人都回來了 因為他回來了 他就聽說 台灣很多人 從那天做沒用 過年前一禮拜 我就到廟 所以這是他們真的發自內心 誰這樣的人回來了 然後 例如前天晚上飛機到了 然後到了飯店 進去的時候 大概十二點了 早上是約 八點半在我的 競選總部的行程 有拼了嗎 拼了嗎 對 就是披心待躍一路 然後車子就一站一站 一直去拜託 然後一站一站去鼓勵大家 就是為了幫忙 我們一票花十萬塊 一二十幾個小時 我們台灣的朋友 有的人說 這座也很困難 回去到高雄 來幫我 這位 很多朋友都要回來投票 但是 我給大家提醒 我們過黨的包六隻 全機 中國也要回來投票 所以我覺得 這次的選機實在是 對台灣來說 是非常重要 到底我們是要做台灣人 或是我們選特 後來要做中國人 這是很重要的選機 我另外說一個故事 因為我都騎腳踏車在上班 所以我都為我的貨梯 蓋在中東部 我們政策的八樓上班 這貨梯就知道 如果在穿本舍 我們派錢說 有